主席,我让部长休息一下,我是不是请教一下我们国安局那个林副局长,好吧 请林副局长 副局长,你好啊 委员长 你从山上这么遥远来这里,没有请教你问题,就让你回去也不太好意思啊 我想请教一下,我看今天报纸都在报说,这个所谓的核辐射的问题了 那国安局负责总统的这样的一个维安嘛 那未来也有可能会遭遇到,不管平时还是暂时,会遭遇到核子污染的问题 那他们就提到说,国安局好像目前对于这个元首的保护啊 没有什么样的反辐射的装备啦 比如说车辆,车辆有没有反辐射的设备,因为总统可能他进入的区域,已经是高度的这样子,有核辐射的污染啦 那另外呢,有没有这个反复衣,如果他要下来,或在车上,该不会让他穿上这个核辐射的这样的一个防复衣啊 这些等等,究竟是不是就像报纸所讲的,国安局负责总统完全没有准备 以前没有准备大家可以想象,因为如果战争状态他就进入指挥室嘛 那个战情指挥室嘛,所以红山啊或是其他地方 所以那就有相当的反辐射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在里头嘛 可是,现在是可能不是战争时期,就可能发生了这个辐射的污染啊 譬如说,大陆的核电厂如果发生问题,或者是地震海啸,我们自己的核电厂发生问题 在这个状况之下,国安局有没有因应的措施 给委员报告,刚才谢谢委员的主教 这个我们机长也特别要给各位,给委员报告 事实上这个面对这个复活室的灾变啊 这个在国安局在特勤工作这一部分啊 的的确切就像刚才委员所讲的 这个有没有这个侦测这个辐射车的部分啊 这个装备器材是有所不足 这个有所不足 那我们可能要针对这个要开始要加强啊 或者是来看看能不能这个应用这个可用的经费啊 来做准备 那第二点呢,可能要纳入这个交易信念 不过呢,事实上我们这个在平时啊 我们特警中心的给有报告 他说这个现在目前我们还是对 有派员到盐能会去受信 啊,针对那个辐射的部分啊 有派员到盐能会去受信 也有侦测的器材 但是这个这一种器材啊 恐怕要应付这个灾 复活式灾变啊,恐怕有所不足 所以这一部分我们还是有待努力 对 第二部分啊,我们机长在上任以后呢 也曾有建议啊 他早就已经有建议这一方面这个问题 所以呢,也特别在我们特警中心的专业心理里面 特别安排啊,一些合生化的一些专业人士到我们特警中心来讲课、授课 提供给他们这些相关的有关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尝试和这个工作的一个参考 是 我是觉得让国安局马上就去具备这些装备大概有点困难啊 可是你们至少 比如说国防部尤其是陆军 他们有这种啊 因应这个合生化战争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侦测啊 或是消污 就是消除这样的一个辐射污染等等的这种设备跟人员嘛 我觉得你们要跟他保持密切的联络 比如说必要的时候你们就要调动他们的车辆跟人员来支援你们 可是这个总统的所行的车队里面 你至少要有反这个就是能够这个啊 防止这种合辐射的这样的一个衣服嘛 是 啊对不对 反辐射一嘛 这这些最起码的东西你要准备几套在那里嘛 那你的车辆里面也可能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改装有一辆车子 所以是可以调用 如果要进入辐射地区区域的话呢 总统会坐在里头嘛 这个大家可以做都应该先做对不对 是 好 那谢谢主席 所以我请这个我们副局长这个回座好不好 那我接着我要请教这个高部长好吧 请高部长 我们以后不敬礼 部长先请教一下 我们宣教人员的这样的一个薪资 从民国101年1月1号开始扣税 102年上半年就开始要申报 现在一个问题在这里 你们跟财政部有没有进行协调 因为如果你们没有进行协调的话 国防部首属的相当的情报机关人员的资料 跟高一些的将领们 敏感职务的将领们的资料 你就可能外泄 就可能外泄 那这个外泄的话 国家的机密就糟糕了 是不是 所以我认为 你们是不是应该跟财政部协商 因为国家情报工作法第九条明定 情报机关为执行情报工作之必要 得采取身份掩护措施 身份掩护有关附级兵级税级 学级保险身份证证明等文件之申请 制作登载 图销或管理等事项 其他政府机关应与协助 可是我的了解 这里面有很多是没有落实的 那现在你只要扣税 所有的军方的人员 没有一个人可以讨得掉 你全部资料都一定要跟财政部财税单位 要来登记 要来登载 那现在你怎么办 你们最近有没有跟财政部在协商 说我是不是给你一个代码 是不是 特别是像军情局 给你一个代码 我就不要人员的详细资料 姓名尤其不要在上面 你们有没有做这个动作 主机局跟军情局这个部分都有在规划这个事情 必须要 你们有在跟财政部协商了吗 有 协商顺利吗 正在协商当中 因为到我这动作太慢了 早就应该协商完毕了 已经多久了 说要扣税已经多久了 这国防部的动作就是慢了斑拍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你们要赶快把它搞定啊 前一阵子才有一些共谍的事情 弄搭人心惶惶 这个事情才是大事情啊 你只要有一个人员的姓名 有些相关的资料在里头 像委员报告 中共取得就麻烦了 像委员报告 我们现在这个 刚刚委员特别提到军情局的部分 像这个部分我们的名字 在健保的部分我们都避免了 所以这是已经有这个经验 所以这个部分 像健保的部分我们都不用证明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一样 可以 很快的可以转化 那就赶快吧 因为我知道军情局是有在做 是 类似的事啊 那你们就赶快比照办理 全面的去做 要做就全面做 我的感觉是 我们最后发现说 这个人职务不重要 所以也没有做 所谓的这个测谎 其实在过去的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你要进行 对他进行测谎的话 这位罗姓的烧将 他就逃不掉了 所以同样的 你们现在很多的资料 你们不要有说 这个人职务不重要 我认为所有的将官 跟所有敏感职位的 这些校级军官 甚至位级军官 全部都要比照军情局的做法 这些资料全部都要隐藏 部长可以做得到吗 这个是牵涉到法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 要修法就赶快修啊 是 好不好 是 我们绝对全力配合 该修法就修 是 这个保密防抵的工 这个动作 赶快把它完成 好吧 谢谢委员 好 那这个是不是表示 以后大概 参谋总长 就不再是一级上将 而就是上克星的 这种一般的上将 对不对 是 是不是 打算这样做 对不对 规划这样子做 是 但是一级上将保留 他有重大的攻击 可以升一级上将 对 因为我也注意到 陆海空军 军官司官 任官条例 第二条 仍然维持一级上将 就是像你所讲的 就是说 中将必须建有苏勋 使得晋升 二级上将 再建苏勋 使得晋任 一级上将 是 所以这个是不是 意味着保留 如果战争的时期 是 三军统帅有权力 是 让这个 三颗星的 参谋总长 可以变成四颗星的 参谋总长 对不对 是 不过目前的规划 就这个陈平时 时期 未来的参谋总长 大概就是三颗星 对不对 就是 大院这个法 要通过才能执行 对 你们想做的事 就推到我们头上来 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 不过这也意味着 林正宜 参谋总长 很可能是 陈平时代的 最后一位 私心一级上将 对不对 要看这个法 通过以后 才能做定案 就算你厉害的地方 好好好 那我现在请问你 一个地方 请问你一个问题 歼二使的问题 歼二使 大概在2020年 中央就可以部署 五十架 这样的一个隐形战机 这对我们来讲 当然是很大的威胁 所以我认为有三个 三件事情 我们需要去注意的 一个就是长城 预警雷达的问题 我想请教部长 长城预警雷达 未来有没有可能 在第一个时间点 所获取的勤资 同时美方就要交给 我们红职所 空军作战管制中心 还有 PAC-3 爱国者三行的 飞弹阵地 有没有可能 我们是不是这样规划了 我们是不是这样规划 我请空军 明天常不想跟你说明一下 好 因为我们花那么多的钱 每一笔钱都我们付的 如果这个 这个 这个勤资 我们没有办法获得 特别战争时期的话 那这个雷达战对我们 有什么意义啊 报告委员 谢谢委员的问题 我们的这个 长城预警雷达 所获得的勤资 都是我们自己在享用的 我们不但可以看飞弹 也可以看飞机和巡航飞弹 也没有都是我们在享用而已的 这美方当然取得 你就不要这样了 好不好 你就讲得太客气了 我们是自主 但是没有自主到那个地步了 就跟美方共享 我就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不对 我们所获得的 这些所有的讯息 都会显示在我们的 这个作战指挥中心里面 了解 你讲很谨慎了 我也不反对了 好不好 第二个 那个部长我想请教一下 天宫三行 它是具备反旋律飞弹的能力 因此它大概也有能力 去拦截这个隐形战机 像歼20架隐形战机 可是我要请教你 天宫三行什么时候量产啊 现在还在测试了 天宫真正的目标 它的实质应该 它的性能 应该比照 能够做到 爱过的三行 对 所以它有能力拦截到 这个隐形战机啊 只要我们有 对 好的雷达 好的雷达系统 对 这个部分我们还正在研发 我看啦 泰克斯基里面讲一句话 用妈妈的口气讲小孩 你们说他怎么样随便你 但我知道我孩子的缺点 不是因为他好我才爱他 只因为他是我的孩子 我认为我们对我们自己国产的武器 就要有这样一个心情 美国是个超级强权 是个帝国 他们有帝国利益要照顾 高兴就卖我们武器 不高兴就拖一拖 所以我认为 爱过这三行 你也不能确保永远都可以买得到 是 我觉得我们的天宫三行 是 就是要去研发 而且要去量产 副长好不好 是 好 最后我解的最重要一件事就是 隐形战机 相关的那种技术的能量的 政策 政策的那个能量的累积啊 我知道这个民国95年级啊 我们中科院都已经在进行 这种相关的关键技术的研发啊 可是你们 而且算很顺利 那是为什么第二阶段的研发的计划 你们要元后到107年来执行呢 你这个相关的设备 你只要再加一把镜 你就可以研发出来了 那中共的隐形战机 我们就可以去 就可以看得到 就可以政策得到 我们天宫三行 爱过这三行 就可以把它打下来啊 所以这个钱看起来 以前是为了省钱或干什么 可是现在他有建20以后 我们是不是应该赶快 给中科院更多的钱 那他把相关的技术 相关的硬体设备 马上把它研发出来进行量产 好不好 委员的建议分长 我们会调整 好 谢谢啊 最后一个啦 我很快讲完 我们建国一百年 国防部要有一些东西给人家看嘛 是 好不好 一个不会作秀的总统 你国防部也应该知道什么叫作秀吧 作秀就是要振奋人心嘛 不要总统不会作秀 你部长也不会作秀 总统前面的广场 你们没有办法把爱国者三行 天宫三行 雄二一 还有这个我们的雄三摆上去 让大家看一看嘛 对不对 多管火箭摆上去 地方也没有很大 每一个民众 我相信那个地方会爆满 连观光客都想看 为什么我们不做这样的事呢 一百年 我们国防的成就拿出来 特别我们自己研发出来 包括金国战绩也不算大 把它摆上去嘛 非当快艇 你也可以把它摆上去啊 可不可以这样做 部长 前委员做一个报告 因为任何一项武器的展示跟装备啊 都要事先在预算上反映出来 当初这个案子 我们在这个定政策的时候 在一百年整个训典规划里面 就没有包含在内 部长 你要 你所要我们国防委员的委员 到街头帮你画园吗 你认为那样会多少钱 静态的展示 你没有第二预备金吗 你没有第二预备金吗 我们静态展示在别的地方 你来讲你没有钱 我捐一个月的收入给你好不好 这个东西可以做 你没有国防部要懂的 怎么去振奋人心 让大家对国防部觉得骄傲 对你们的研发成果觉得骄傲 激发大家的爱国心 这么简单事都不会做 一个不会做秀的总统 又加上不会做秀的部长 我请问你 我们的军方如何得到人民的支持 你告诉我 是不是 我觉得你应该跟总统建议一下 这样的钱 你们的预备金也有 行政院预备金也有 怎么丑都丑得出来 坦白讲我是蛮失望的 一百年 你国防部不拿东西给大家看吗 谢谢委员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